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二诗课 就是Lesson 20 Snake Poison 蛇读 这个蛇是个神秘的动物 这诗详细讲了蛇读是怎么慢慢产生的 另外蛇读的具体的分类 首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声词和短语 Now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115 打开书 115页 跟老师先大声读一下这个书的声词和短语部分 好 快些 115页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Celibre Celibre Digestive Digestive 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第一个I也可以读成 诶 谁这么读也对 Digestive Digestive Defy Defy Analysis Analysis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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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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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s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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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niv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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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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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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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ency Potency 注意 收上注音呢 是英式发音 英式发音呢 在那边 Conversion Conversion 它懂 Conversion 后面那个诶 变成 R 这么读 在那边 Conversion Conversion 两个翻译都会听到 都对 再用后来 Arsenic Arsenic Strychnine Strychnine Mamba Mamba Co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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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om Venom Neurotoxic Neurotoxic Viper Viper Adder Adder Rattosnake Rattosnake Hemolytic Hemolytic Vipron Vipron 好记了 这个书 声词段语比较多 但是很多都是一些 什么术语 科技的一些术语 这个重点词不是特别多 我们挑几个 比较重点的 咱们要会用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另外带有重要字根的词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看一看 这个重要的 消化的 或者表示助消化的 都行 两个发音 前面发I 或者发A 都是正确的 跟老师分别大声 对面 Digest Diges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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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是停留在 上压处下顺发V 这个声音 叫助消化的 或者是消化的 首先呢 它可以当一个形容词来用 这个形容词做定语啊 最常见 修饰其他的名词 构成一些固定搭配 你比如说 Digestive System 消化系统 Digestive Organ 消化器官 Digestive Juices 叫消化液 咱们肠胃里的 这个分泌的消化液 Digestive Problems 消化系统 出了一些问题了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具体 你看看本文中的例子 在本文中 课文中第一行后面 到第二行 就是二十课里面 课文第一行后面 到第二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它说 Over the periods the saliva a mild digestive juice like our own was converted into a poison that defies analysis even today 这边出现这么一个答对了 经过了 一段一段漫长的时间 他们的这个 saliva 就是他们的唾液了 一种比较温和的消化液 跟我们自己的消化液 是一样的 Digestive juice 叫消化液 然后被转变成了一种毒 并且这种毒 到今天 我们都几乎不能够 对它进行分析 这个Digestive juice 叫消化液 这是消化的 可以用这个词 那么它的动词形式 也特别重要 就是消化 同样继承了形容词 这个特征 前面发i 或者发i 都正确 分别读一下 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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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消化 几乎不几乎动词都行 我们先看看 当不几乎动词来用 就本人本是消化 你比如说 It takes hours for a meal to digest 我们要说呀 要花费好几个小时 才让一顿饭能慢慢消化 这个消化本身就是 当不几乎动词来用 它没有边语 也可以当几乎动词来用 消化某个东西 比如说 I find I don't digest meat easily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 这个消化日肉类 不太容易 吃完肉以后不消化 什么一个 消化什么食物 后面直接加避语也行 这个find 不一定发现的发现 可以反正觉得或者认识 我觉得 似乎我吃完肉以后不消化 就这个意思 这是当动词来用 那么它的第二个意思 也很常见 就是表示理解或者领会 非常好理解 这个好理解 在中文中这个消化呢 我得慢慢消化 它讲的东西 慢慢肠胃 把营养都吸收了 大脑 把这意思都吸收了 所以类似 它叫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so that you fully understand it 那么考虑某个事情 以便于你完全理解它 这叫理解或者领会 用这个词 同样都说digest 或者digest 都可以 我们也是通过一些例子 来看一看 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he paused waiting for her to digest the information 她暂停了下来 等着这个女的呢 慢慢去理解 她刚才说的这个信息 去理解 去领会 digest 或者digest 也有这个意思 非常好记 来自于消化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再看 它的同行的一个名词 这个不要搞混了 这个叫文摘 一般用在什么 一些什么杂志的名字里面 特别多 重音在前面 打上来没 digest digest 也像大名鼎鼎的 reader's digest 叫做读者文摘 美国著名的 这么一份杂志 还有我们像 overseas digest 叫做海外文摘 总之 它是表示文摘 注意跟那个消化 偏写一样 但含义是完全不同 它是名词 但是消化呢 它本身的名词性是 应用digestion 或者是digestion 消化 消化能力 或者是理解领悟 都可以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digestion digestion 两个翻译都对 消化 或者理解领悟 都可以 那么它的反译词呢 就是消化不良 或者不能理解 不懂 我们在前面加 否定的字头 in就好了 我们大声里面 indigestion 也能这么读 indigestion 都是正确的 消化不良 或者表示不能理解 不懂 这个在我们非常优美的 24课论美 那课书 就会出现这个词 咱们先看一看 138页的第13行 138页第13行 有这么一句话 If this information is for something behind and beyond are not evil human born of indigestion or whimsy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or to madness 你看 如果这种 对这种玄妙事物的暗示 就是在前面 在后面 在上方的东西 就玄妙的事物 为什么这么翻译 怎么到24号讲 并不是呢 由于 我们不法理解美 而产生的坏情绪 这个evil不是邪恶的 而是bad不好的 这个humor呢 不是幽默 而是表示木偶的情绪 为什么这么翻译 到24个咱们和我讲 born呢 表示有什么什么产生的 indigestion 这不是消化不良了 而是不能理解 不懂 无法理解美 这有上下文 或者是 这个魔鬼 给我们的那个 怪念头 去嘲笑我们 毕竟让我们发疯的 怪念头 indigestion 在这出现了 不能理解 不领会 不懂 它的本意 是确实是消化不良的意思 这我们看到 这个词 相关的形容词 动词 它同形的名词 还有它本身的 名词形式 以及相关的 反译词 这一组词呢 都是拼写 类似 搭配 这个 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放到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第一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在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食肉动 肉食性动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carnivore carnivore 当然老师用的是美式发音 英式发音的前后 都没有卷声音这么读 大声那边 carnivore carnivore 就是美音更俏笔的 都说carnivore carnivore 叫肉食性动 就专门吃肉的 什么狼虫虎豹这种 对 我们把几个常见的 这种动物看一看 肉食性动 叫carnivore 还有一种像鹿啊 像羊啊 专门吃草的 这是这么来读 大声那边 erbivore erbivore 但英式发音的 前面的h式发音 都能h ha 这么来读 h bivore h bivore 但美式发音 前面的h 就会不发音了 都说er 这么来 再来一遍 erbivore erbivore 这是草食性动 因为前面的herb 这个字根本身 就表示草的意思 还有呢 杂食性动 也像猪啊 像老鼠啊 既吃肉 也吃草 什么都吃 杂食性的 但是什么 omnivore omnivore 这个拼血 一般是跟吃相关 咱们一会儿会讲 这个字根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表示 这个 这个 指 动 但指 人呢 指 人 比如说 我是素食者 那不能说 I'm a herbivore 不能用它 素食者 专门的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呗 vegetarian vegetarian 这是素食主义者 素食者 但是这个人 要是我荤食都吃 你不能说 I'm an omnivore 我是杂食性动 那不被人吓死了 什么都吃呢 没有这样固定表达 我们只能说 I eat everything I eat everything 表示我不忌口 荤食都快吃 这么说就好了 好 这是相关的词 我们再看看里面 有一些重要的字根 比如先看前面那个 carnivore 前面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carn 这么一个词 这个词一般是什么呢 一般都跟肉 或者肉体相关 carn 一般是个肉 或者肉体相关 尤其是flesh 我们知道这个flesh呢 一般不是指 这个吃的肉 而是人肉 人肉 它是我的血肉 he is my own flesh and blood 青骨肉 这个meat 是我们吃的肉 你看这个 看好几个词 你想 carnivore 可以表示这个肉欲的 什么性欲的 色欲的 这是跟肉相关 或者是肉体的 也像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arnal carnal 这肉体的 或肉欲的 像carnal desire 就我们说的性欲 就可以了 这是跟肉体相关 人肉 carnal 叫肉体的 或肉欲的 这个词呢 是表示康乃馨 一种花 送给妈妈的花 这是 康乃馨 这花是肉色的 它那花的颜色 像肉色 所以也有这么个评写 大声来读一下 carnation carnation 康乃馨 这种花 还有我们的狂欢节 或者现在我们叫嘉年华 也用它 大声了没 carnival carnival 这是狂欢节 或现在叫嘉年华 这一般在古代 什么古罗马 那时候有大家在节日狂欢的 很多男女在什么 胡乱的在做性游戏这种 所以它也是跟肉体相关 叫carnival 当代的狂欢节 当然没有这个东西了 但依然我们在昏梦乱跳 吃的也好 少穿的也好 少打鸡块 跳啊 笑啊 叫啊 尿啊 太兴奋 背部的尿 它也跟肉体有点关系 所以就carnival这个词 狂欢节比较好记 好 我们接着看其他的 由他做自根的重点词 比如说下面的词 这个词既可以当形容词 可能动词来用 都形容词这么来读 大声音 Incarnate Incarnate 它可以表示人形的 或者表示人体化的 人形就是形状的一个形 具有人的形状的 或者人体化的 它是好像进到了 这个肉的里边来的 进到了人肉里边来了 叫人的形状的 或者表示人体化的 做动词来用 可以表示 使具有人的形体 或者表示使具体化 好像使这个灵魂 具备了人的肉身 使具有人的形体 或者表示 使一个东西 具体化 对吧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carnate Incarnate 注意形容词动词 Incarnate 动词动词 Incarnate 我们讲过 at在动词里面发it 在形容词名词里面 多动词it it发a 而不发a 它的名词 就可以表示 什么什么的化身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carnation Incarnation 表示是某个东西的化身 好像进到了一个人的肉体里面来 具备了人的形状 化身 这个呢 前面再加R1 表示再一次进到人体里面来的 就是我们发现成转世 轮回转世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Reincarnation Reincarnation 再一次进到人的肉身里面来了 死了之后 从肉身出来 变成灵魂 又投胎 再次进到人的肉身里面来 叫轮回转世 大家看到这几个 CARN开头的词 特别好记 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词根 就是后面表示吃的这个 也特别重要 VOR 有的时候是VOUR 意思一样 表示To eat something 表示吃某个东西 咱们同样看看 像刚才的 Carnivore 表示肉食性动 对吧 好 这后面 前面是肉嘛 后面是VOR 是吃了 后面呢 是肉食性动的 或者说肉食的 当形容词来用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ARNIV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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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CARNIVORUS 肉食性的 还有刚才呢 草食性动 还有草食性的 我们分别打上来 ERBIVOR ERBIVORUS ERBIVORUS 中音后音了 还有我们看那个 杂食性动 大声那边 Omnivore 还有它的形容词 是杂食的 Omnivorous Omnivorous 重音后 一下就好了 还有更多的像 VORACIOUS VORACITY 还Devour 这几个都类似 都是跟吃相关 第一个 表示贪吃的 或者表示渴求的 贪婪的 都行 我们大声那边 VORACIOUS VORACIOUS 这个字母也发A的音 它的名词形是贪婪 就是这么来读 大声那边 VORACITY VORACITY 有VORACIOUS 变成VORACITY 发A的声音 贪吃或者贪婪 都行 后面这个词 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表示大口的吞吃 大口的 康吃康吃那么啃 当动词来用 大声那边 Devour Devour 咱们在第二个就见过 Devour crops and kill our flocks and herds 吃掉了我们的庄稼 弄死了我们的牛羊 指那个什么昆虫 对吧 那刚好 低一颗 低头 大口的 就挖着吃去了 Devour 贪婪的吞吃 当动词来用 就好了 好 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面一个词 下面一个词 咱们来看看这个鸡椎动物 这相关的动物特别多 咱们顺便一块记住就好了 大声那边 Vertebrate Vertebrate 这是鸡椎动 我们把这几个常见动物 看一看 再读一遍 鸡椎动 Vertebrate 人就属于鸡椎动 对吧 还有呢 像无鸡椎动 就身体后边没有这个鸡脏骨的 大声那边 Invertebrate Invertebrate 前面加否定字头 Ion就好了 还有像扑入洞 大声那边 Memal Memal 这是咱们阅读真体也常见的 还有常见的灵长类动 Primate Primate 很少见 At一般在动词里发it 但是这里发ate 在里面 Primate 灵长类动 人家属于灵长类动 还有像 鸡椎类动 鸡椎类动 就像什么 什么什么 土拨鼠啊 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大声都叫 Rodent 不要读 Rodent 它不是发R 还舌尖勾回来 把R 在里面 Rodent Rodent 你也吃了一动 对吧 还有像这个 石斧洞 像突旧这种 石 这个吃动物的 烂肉的 我们大声那边 Scavenger Scavenger 这是咱们四六集啊 考研的 托福亚斯里边 常见的 这种洞 石斧洞 还有那些 尤带的洞 这是我们 图福亚斯有这个词了 大声那边 Marsupial Marsupial 叫尤带的洞 像大袋鼠这种 Cangaroo这种 还有甲壳的洞 我们大声那边 Crustation Crustation 甲壳的洞 还有我们这个 两足洞 Biped Biped 这个拼音笛 这字根本身就是 跟脚相关 Bi呢 一般是两个 两足的洞 还有呢 这个Cordupid 叫四足洞 Q-U-A-D-R 或者Q-U-A-D-R-U 一般就表示Foward 四个 四个脚嘛 四足洞 再来边 Cordupid Cordupid 四足洞 还有我们生词里面 会有的被捕食者 猎物 大声那边 Pray Pray 被捕食者 它的反应词就是捕食者 大声那边 Predator Predator 好 这个一系列呢 相关厂考的 跟动物相关的名词 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希望大家反复 多看几遍 把重点词 把它读熟了 记住这个含义 看到单词 立刻反映出中文意思 这个单词就记住了 这个词 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 改变 转变 或者是改变 信仰 同样两个发音都行 大声那边 Conversion Conversion 每诗发音呢 把那个诗 变成日的声音 在那边 Conversion Conversion 都行 改变 转变 或者是转变 人的信仰 都可以 我们先看第一个 表示改变 或转变 是什么再变呢 看看精确的英文含义 Conversion the first meaning is when you change something from one form 来改变某个东西 从一个形状 一种目的 一个系统 转变成一个不同的 就改变它的形状 改变目的 改变不同的系统 改变或转变 用conversion 这个词 我们看看它的搭配 搭配是由A 转化成了B 这个大词 这个大词叫 the conversion of A into B 把A转变成了B 咱们看些例子 你比如说 the conversion of a barn into a house 由一个股仓 转变成了一栋房子 就原来是成股物的 一个股仓 一个仓库 改变成了一个房子 用途改变了 那么目的 用途改变了 再比如说 the conversion of pounds into dollars 我们把这个英镑呢 把它转变成了美元 就把英镑兑换成了美元 它也是用途呢 它的系统变了一下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在本文中呢 在本文中 你看一下 在115月第10号 出现的是 in the conversion of saliva into poison what am I suppose that the fixed process took place 在由这个唾液 转变成毒的 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知道in可以表示 在什么什么过程中 那么人们呢 可能会以为呀 这个固定的过程发生了 好像是上帝安排好的一个过程 固定的过程会发生 这是在A转变成B的过程中 中间叫into是正确的 这是第一个 改变或转变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可以专指改变某人的信仰 faith belief 这个东西 我们看 也是翻译一样 叫conversion 什么意思呢 when somebody changed from one religion or believe into a different one 改变信仰 或者反正皈依 就是呢 当一个人 从一种宗教信仰 转变成了 另外不同的信仰的时候 这种行为 我们叫conversion 好 下面我们看看 这个单词的搭配 表示改变信仰 皈依 这个搭配呢 一般是 once conversion from something to something 由一个信仰 转变成了另外的信仰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比如说 his conversion from christianity to buddhism 他由基督教 转变成了佛教 就改信佛教了 我们把这宗教的名字 也读一下 先读下第一个 基督教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再读一下佛教 buddhism buddhism 好 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这个叫 Newman's conversion from anglicanism to catholicism Newman叫纽曼 是英国著名的神学家 这个纽曼呢 他的这个信仰的转变 是由呢 英国的国教 转变成了天主教 英国的国教叫做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nglicanism anglicanism 天主教叫做 大声里面 catholicism catholicism 这个不太好读 总之 这是信仰的转变 或者是皈依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看 他的名词形式更加重要 第一个就是动词convert 表示改变形式啊 或改变用途 这第一个意思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vert convert 改变用途 或改变形式 它的搭配 还是先看一看 convert something to 或者into something 这个搭配灵活 那么跟to 跟into都行 convert这个词呢 同时本身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即可直接说 把a转变成b 也可以逐语 转变成了什么 直接convert 我们在to 或into都可以 这比较抽象 咱们看看一些例子 先看集物动词的例子 the stocks can be easily converted to cash 这些股票可以很轻松的被转变成现金 就可以很轻松的抛出嘛 把股票卖掉 转变成现金 这几乎动词被转变成了 我们家这次to是证据的 再比如说 they converted the spare bedroom into an office 他们把这个多余的这个卧室呢 改变成了一个办公室 用途改变了 converted a into b 这也行 还有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在本文中 就是一百一十五页第一行最后到第二行 一百一十五页第一行最后到第二行 看本文中也出现了 他说 over the period the saliva amyondigestive juice like her own was converted into a poison that defies analysis even today 经过了漫长的时期 他们的这个唾液 一种柔和的消化液 刚说了 对吧 跟我们自己一样的消化液 慢慢就被转变成了一种毒了 be converted into 是极乎动词用法 那怎么样呢 这个毒甚至到今天 我们都无法去分析 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这是当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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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乎动词来用 我们再看看 它当形容词 就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来用的一些例子 那么它也是来自 极乎动词的用法 只不过当成形容词了 过去分词当形容词了 the pub is a converted warehouse pub是小酒馆 小酒吧 这个小酒馆是什么呢 是由一个仓库而转变来的 是一个被转变成了 酒吧的这么一个仓库 就converted warehouse converted就由什么什么 转变来的 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酒吧原来是个仓库 是由仓库转变来的 这么一个酒吧 这个当形容词来用 说明它也是来自于极乎动词的用法 要不然怎么能过去分词的 对吧 再比如说 这个我们看到 这是在我们新概念第三册出现过的 新三册的第三十五颗 正义得到的伸张 这颗书 它说 The shop was an old converted house with many large disused fireplaces and tall narrow chimneys 它说这个商店呢 是由一个非常老的 是一个房子呢 而改装成的这么一个商店 原来是一个可能家里的大的别墅 改变成了一个小商店 里边有很多呢 废弃不用的一些壁炉 还有一些非常高的 而狭窄的烟囱 后来那个贼呢 就卡到烟囱里边了 第三册三十五颗坚固 converted是由什么什么转变来的 这来自于转变改变 这个意思 那么它做布局无动词也行 直接说主意转变成了什么 比如说 a sofa that converts into a bed 就是这个沙发可以转变成一张床 这么一个沙发 这是布局无动词用法 直接是主语能变成什么 就是一张沙发床 拉开了就是床就好了 这是convert做局无动词 确实更常见一些 它的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改变信仰 来继承了刚才名词的意思 改变某人的信仰 我们也是看个搭配 convert同样在这局无不局无都行 是转变成了某种信仰 或者把某人转变成某种信仰都行 我们借词通通跟to来搭配 咱们看一下例子 先看吉无动词用法 European missionaries converted thousands to Christianity 那么欧洲那些missionary 就是传教士来 单数是ry节奏的 复数把y去到这后面的ies 就欧洲的传教士 把数以千计的人都转变成了基督教 让他们信仰了基督教 好 这使某人信仰某个宗教 把它转变成这么一个宗教 对吧 好 再比如说 看吉无动词用法 S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这个人他改信了天主教 直接就是主语转变成了 这个人转变成什么信仰 所以看到convert呢 做这个改变信仰的意思 也继承了刚才convert 表示改变用途的这个用法 就是吉无不吉无都行 把什么改变成什么 或者主语本身改变成什么都可以 好 这可以同学记住 那么我们看到 还有它的这个形容词形式 就是可改变的 可以改变的 我们叫IBLE 表示可以什么程度就好了 我们大声的叫convertible convertible 就可转变的 你比如说convertible sofa 就是我们说的一张沙发床 可以转变用途的一张沙发 拉开了就是一张床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在未来的比较难的第48个 还有另外这么一个意思 convertible第一个可以表示 是可兑换的证券 就是可兑换成这个钱的现金 等等这种证券 我们叫做大声里面 convertible convertible 做这个跟形容词同根的 就是同形的 拼写一样的一个名词 有这个意思 我们先看一看第48个里面 就是280页第15行到第16行 280页第15到第16行 有这么一句话 In this case You'd probably construct a portfolio with some shares but not high-risk ones along with goods cash deposits and perhaps convertibles or the income shares of split capital investment trusts 这里面出现好多术语 金融的术语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会构造出于 这么一个投资组合 这portfolio表示一个 投资组合 那么投资组合里面 可能会有这么一些 股票股份了 但是并不是那种 高风险的股票 还有什么呢 along with 再加上有guilts guilts可以表示 金边证券 就是表示高度可靠性的证券 这guilts 本来可以表示 度金的意思 度上了金的证券 金边证券 就是高度可靠性的 cash deposit 就是现金储蓄 还有什么呢 and perhaps convertibles 还有一些可兑换的证券 或者是 or the income shares 表示这个 可以表示所得股 所得股份 还有呢 这个split capital investment trust 这个术语叫做 拆分资本投资信托基金 这个split表示 拆开的 劈开裂开的 这个capital是资本的意思 investment表示投资 这个trust表示信托基金 是这么一个 我们看convertible在这里边 表示可兑换证券 就是可兑换证券 换成钱嘛 跟这个可改变用途的 这形容词含义类似 还有一个专门指一种汽车 就是我们说的敞篷汽车 我们大声地讲 convertible 在读快的中间 T会着化 在那边 convertible 哎 敞篷汽车 好 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在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 这个毒液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一遍 venom venom 这一般表示什么 什么蜈蚣啊 或毒蛇的这个毒液 一般指什么 毒虫或者毒蛇 这个我们先看 英文解释 什么叫venom呢 a liquid poison that some snakes insects etc produce when they bite or sting you 就是这么一种 液体的毒药 就是这个 当蛇呀 或者昆虫 它们在咬你 或钉你的时候 所分泌出来的这个东西 就我们说的叫毒液 叫venom 这个我们回顾一下 18课讲过 venom叫毒液 它的形容词形容叫venomous 叫做有毒的 但一般也都是指什么 毒蛇 毒虫这种有毒的 对吧 还有一个叫毒素 叫toxin 它的形容词 也是有毒的 toxic 用这个词 我们在大声度下 toxin 这是毒素 有毒物质 再读后面的有毒的 toxic 刚才这种组 咱们也再读一读吧 这个毒液 venom 有毒的 venomous 好 还有呢 我们在前面讲的 poison 就是一般的毒 或者毒药都行 有毒的是poisonous 后面也是叫OUS 这一组词 同时记住 我们先读第一个 poison 再读第二个 poisonous 它的形容词形式 但不要读poisonous 没有字母R 是发 poisonous 这个声音 还有呢 我们在以前说的那些 其他的有毒的 咱们复习复习 有个词叫 noxious 也是书面语 也是表示有毒的 它一般 很少有它的名词形式 我们大声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noxious noxious 也是有毒的 后面这个词表示 有危险的 有风险的 有可能会要人命的 对吧 有风险的 有危险的 答上那边 hasardous hasardous 它来自风险 就是hazard 那个词 对吧 对健康和安全有害的 可能对健康和安全 有危害性的 有风险的 后面这两个词 表示致命的 大声来读一下 都是形容词 这两个是指致命的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复习一下 在第92页第11行到13行 92页的11行到第13行 咱们看一下 这是16颗里边 The modern city consists of monstrous edifices and of dark narrow streets full of petrofumes and toxic gases torn by the noise of the taxicab Lorries and buses and thrown seas and sea by great crowds 当代城市 是由那些巨大丑陋的建筑组成的 还有阴暗狭窄的街道构成 街道充满什么呢 充满了汽油味和有毒的气体 有毒气体 toxic gases 咱们说话了 对吧 而且充斥那些 出租车卡车公共汽车的噪音 而且日夜不停地挤满了 大群的人群 这个toxic叫有毒的 这个顺便把它记住 好 这个词 毒液 跟老师相关词 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也是最后一个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毒害神经的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neurotoxic neurotoxic 那么我们能猜到 这个词肯定重点 我们要讲词根了 你里边好多好多 都看得很眼熟 你比如第一个这个neural 这个neur 有的是加 有的是不加 它相当于nerv 这个词根 它的意思就是nerve 是跟神经相关的 人的神经有关 我们看几个常见的词 首先第一个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形容词了 在同根词里边 对吧 我们大家上来读一下 neural neural 这是神经的 神经系统的 神经中枢的 可用它 对吧 然后我们再读第二个词 这种病 neurosis neurosis 就是神经病 或者神经观能症 来 就神经上出问题了 神经病 或者神经观能症 再来 neurosis 好 我们再读后面这个 既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名词的 叫患神经病的 或者做名词 就是神经病患者了 neurotic 注意 neurosis 变成neur 变成R的声音 在那边 neurotic 作为形容词 叫患有神经病的 所以我名词 就是这个人 是个神经病患者 就好了 是跟神经相关 还有我们再看更多的 神经病学 O-L-O-G-Y 或者L-O-G-Y 都是跟研究相关 咱们第一个就讲过 比如说to study 研究神经的 是神经病学 答上那边 neurology 它的形容词形成是 在那边 neurological 神经病学的 跟神经病研究相关的 我们再读一下 后面那个词 neurologist 我们猜也能猜到 神经病学家 并不是这个人 是他自个儿有神经病了 研究神经病的这个人 神经病学家 或者神经科的医生 都可以 在那边 neurologist 总是是跟神经相关 我们还有更多的 你先nerve 这个词本身就可以 表示什么勇气 或者表示神经 都用它 在那边 nerve nerve 表示神经 或者一个人的勇气 还有 其实这个神经紧张的 对吧 我们大声再来一遍 nervous 这个注意咯 没有字母R 就不要勾手套 不要读nervous 前面读ner 后面读啊 在那边 nervous nervous 最后一个动词 表示使衰弱 使萎靡不振 enervate enervate 为什么呢 N-E-R-V 前面那个字母E 可以表示out 出去 使一个人的精神 跑到身体外面去了 勇气都丧失了 萎靡不振 使衰弱 在那边 enervate enervate 把音的精神神经都挖走了 没有了 使萎靡不振 使衰弱 好 后面再加toxic 是毒嘛 有毒的刚刚见过 neuro-toxic 放在一块 就是神经有毒害性的 叫neuro-toxic 好 这是这课书的声词和短语 希望大家好好复习 把一些重点的搭配句型 把它记住 听一遍没用 一定把它仔细的 把搭配记住 另外一些特殊单词发音 把它搞懂 好 这个书声词段语 葛老师就看到这里